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18日 想跟大家講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講,這條片下面有一個聲明 聲明是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和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d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Band軟件的討論區裏面 互相討論,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連結到Capital Corner 一個YouTube Channel 有我和Herman Sir 講一下期權的操作 美股、港股 在接下來的8月6日 有一個線下的收費期權的實習班 有興趣的可以去群組 有一個連結報名參加 想講,這個星期日就是書展 即是7月21日4時半 會在會展有一個新書發布會 昨天本實體書我就收到了 這本書就叫做新金融啟示錄 那我就寫了一些文章就在這裡說Proptech 接著就連同兩個朋友 2Mu和Raymond 就是講他的數字化人民幣 還有一些Web3那些東西 那就是Fintech那些東西 那希望大家有時候可以抽空去看 或者去書局支持一下買本書 那我想講回今天的財經新聞 那第一個比較我會關心的 就是西九的財困 西九的財困其實差不多是必然的 就是在他叫做成立這個 就是用這個這樣的模式 西九的模式 那差不多都斷定了 他會是走到這一步 因為在最初期 就是曾蔭權的年代 去設計西九 就不是一個這樣的西九文化區的發展 是用一個商業再滲一些叫做 這些西九的文化元素下去去做 但是因為民粹的關係 就說這個叫做官商勾結 那就不同意 那就要用這個的形式 就要做一個很大型的博物館 演藝廳 文化中心的形式去做 那我坦白說 這個跟很多保育的一樣 想不清楚那個叫做收入 那其實我經常都講書 講書就講叫做 什麼叫做可持續發展 那很有趣 就算有很多朋友 讀完一些叫做ESG的課程 那我問他什麼叫做可持續發展 那些人就說我們為後代 永續可以持續下去 那說完就算了 其實很精準的定義 其實有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講一個三個圓圈 那三個圓圈就是環境 社會和經濟 它那個intersection 你這三樣東西都可以維持的 那就叫做可持續發展 就是環境 社會 和經濟 那很輕易看得出來 西九那個環境非常之漂亮 建築物又沒有倫理換 海岸線又很好 那這個環境是過了 那社會有很多人走來放狗 有很多人拿一些年輕人來放電 在那裡拍拖 有很多社交活動在那裡 去做Camping 什麼都有 那唯獨缺是什麼 就是經濟 那個經濟是沒有可能 靠這樣可以維持到 這個第一 第二 他們那個叫做支出 非常之高 有很多不同的總監 每一個總監是幾百萬年薪 只是應酬這十個總監 都差不多花了幾千萬 那這個 就是這樣的情形 在2008年 政府就給了216億 他營運 要他自負盈虧 其實在2008年那一天 做營運 已經差不多估計到 是會有今天 即是說 十幾年 根本已經知道是會財困 那在2016年 那他就 政府就用一個象徵式的地價 就批出酒店 辦公室 和住宅的部分的發展權 就給他 那就希望他用一個叫做BOT的形式 即是建造營運 和移交的模式 那就規定那些物業 只是租不賣的 即是用租金的收入去頂住那個營運 到今天不是了 那就要去 給他去賣地 才可以頂到那個營運 都不會頂得來 那他們現在估計呢 就他有183萬呎的流面面積 是可以拿出來去賣 那估計呢 譬如真的賣到1萬元呎 那就是說有183億 183億 就應該可以維持到10年的運作 那這個就是在說這些叫做西九的命運 那其實西九的命運和香港很相似 即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靠賣地去支撐整個政府的運作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運作 你要他好像無中生有 然後建幾棟東西出來靠入場費 靠參觀給錢在那裡消費 可以令到他可以獨立營運 我想你就是想大得很緊要 就是自己想多了 這個就是講現實 即是香港你說不是靠賣地 不是靠什麼 要靠自己去創造一些收入回來 談何容易 這裏牽涉到兩樣東西 即是在以前最初期 曾蔭權去設計那個叫做西九文化區 第一件事那個規模沒有那麼多 那個公共空間沒有那麼多 跟著就用很多商業的元素 就是希望用商業元素 令到這件事可以自負盈規 可能是你要求那個發展商 發展那個物業 你有多少層是需要提供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是可以令到整件事是可以去運作 可能那個情形是比你今天更加為好 因為他們要去提供這些面積的時候 他們會是更加商業化 即是可能你好像現在 現在行機發展的Handerson 在金鐘那個項目一樣 蘇富比走去租了他幾層 是做了一個展廳 如果是在西九的 他們建一塊東西 要做一個展廳 是給別人拍賣一些收藏品 或者什麼這些文化的東西 是希望可以做到自負盈規 那我想那些發展商會計算下去 他們千方百計那個商家 就會去想辦法去維持它 那你政府去想方法 人工又貴又很多東西 為什麼工營那麼多項目 都運作都不夠私營好 因為私營就真的夠彈性 有幾樣東西看過是 你看一下以前的九港鐵路和地鐵 是一個叫做分別 你看一下公共屋邨的管理 和私人樓的管理 也是不同的 即是你怎麼可能 昨天看東張西望 可以出現一個公共屋邨 可以被人霸走廊的情形出現 那你房屋處是做什麼的呢 即是要上到可以被人霸十幾年的 一個聲大叫惡又可以 那條街被人霸走就可以 那這個就是講 私人的公司和政府 它那個官僚系統 就是有問題 那沒辦法 那時候民粹當道 那就選了用西九的模式 那這個其實有很多 那些叫公營的機構 其實由第一天都知道 它那個預示的結局 即是等同之前幾天 我拍那個土地發展公司 市區重建局一樣 即是自己90年畢業做過那個論文 就是講市區重建局 根本是沒有它那個 可以生存的商業模式 因為你看到 已經是預示到它 那個結局一定會死 最簡單 你看一下 昨天 新龍基地產去買那個地 在沙田小力園 第一城站走過去 不到十分鐘 那塊地是講的是四千塊尺 而你土地發展公司 或者現在叫做市區重建局 他們去收購舊樓 是附近七年樓零的樓價去收購 那就是說 你沙田區 你找不到四千塊的七年的樓 你起碼都可能是九千 一萬塊 我想如果它是舊樓的話 八九千塊 那你買八九千塊的地價買回來 就是你注定是失敗 你怎樣追回這條數 那這一個 就是 講的是 如果你不是計 那個經濟效益的時候 你只是計環境和社會 那你就不是可持續 那這個就是說 九零年已經知道 預計到 如果那個樓市不是永續向上的 就是破產 就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或者是財赤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就是那個公司赤子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那再想講多一個 就是在西九 在2016年那時候 就給了一些地 就用一個叫做BOT的形式去做發展 那什麼叫做BOT形式呢 就是說 有一個建築公司 他就跟你去建築 跟你去營運 跟你去移交 跟你去移交 給他一個經營權 大概可能20年 25年 或者是30年 那最經典的那個 那最經典的那個 有幾個大家都會記憶猶新的 一個就是講西瑞 西瑞就有這個 中信太傅相關的財團 投了那個項目 他就負責興建 營運 給了一個獨家的營運權 他25年 那他們的門票收 其實他們那個原價應該是收百多元一程 那只不過就是因為 是會考慮那個市民的負擔 才說給四十元一程 是打折下去 那這個就是講BOT的形式 那物業有沒有用過BOT的形式 以我的印象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講 應該是渣打銀行的總部 那有一個是日本的建築公司 我不記得是叫西松還是哪一間的建築公司 那就幫渣打銀行做重建 那就去建 去交回部分的樓面 給渣打銀行用 然後另外就是出租 那應該就二十幾年之後 就收回 給渣打銀行收回物業 那渣打銀行很有趣 最後來又是賣了給行龍 那這個就是講 其中一個以我記得的印象就是 渣打銀行 那我想你又不要說我有沒有Fact check 那其實你們如果 有興趣的可以打打渣打銀行 BOT 那可能找回正確的資料 那我只不過是講那個概念給大家聽 那你不要又捉我又說要哪一間建築公司 又要營運多少年又怎樣怎樣 我這些全部是憑記憶的 好坦白說 那如果你是不喜歡聽的 你覺得我個人懶沒有Fact check 你是不喜歡聽的 那我勸你不要聽我的頻道 那這個是我的風格 我是不喜歡Fact check的了 我也是沒有時間Fact check 因為剛剛起床 擦完牙洗完臉 我就想趁我記得的事情 剛剛拍的時候 說一些case 我要記得的 我就說這件事 你要去Fact check 我不會 那第二個 我自己有份參與的 就是在 諾克道3號 小銅群益會 那個項目 那個又是在2015年 應該是20還是25年前 就是小銅群益會 就是給新昌發展 就幫他去做一個BOT 就建了這座物業 然後就是幫忙去收租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就連貨物業管理 就是管理這麼久 因為記得是 最後來是 我們要去交接那個物業管理 所以有私欺印象 應該諾克道3號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又是一個BOT的項目 因為小銅群益會 是沒有錢去建樓 那是靠這個 叫做建築公司幫他建 然後我不記得 怎樣去再 將部分的業權 交換 裡面有很多東西 細節我不記得 記得最後來是 移交物業管理的權 給小銅群益會 小銅群益會 再申請另外一間管理公司 這個曾經是做過這個交接 通常做BOT 都是一些建築公司 因為他們是有他的優勢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叫做BOT 那想說多一個 就是講關於 叫做 香港的經濟 尤其是 為什麼零售業 是這麼慘淡 那 有 香港 大學的商學院 就做了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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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 那是旅遊發展局的數據 整個 高峰期 即旅客的高峰期 就是講 2018年 2019年 是有2911 應該是2900萬的訪港人數 包括有大概2000萬左右 是內地的旅客 這些是過夜的人數 那有幾年疫情那些沒得好說 現在就是回復到1645萬 那就是說 還欠13萬 這個是一個過夜的人數 那如果是不過夜的人數呢 就是有 在 2018年 2019年的時候 是4000萬 今天呢 是1754萬 是少了2300萬 那你的人數少了 那個基數少了 那你的消費數字 便自然會低 那不僅 那不僅 在那個人數消費裡面 過夜呢 在2013年 就最高峰了 是講 每一個人的人數消費呢 就是4,972元 今天呢 是只有3,185元 是欠了1,800元 那你是講 2013年的4,900多元 今天 現在的3,185元 和那時候的4,900多元 已經是有一個打折了 那這裡沒有了千多元 就是差不多沒有了三分一 那如果是不過夜呢 又最高峰呢 又是在2013年 就是2,190元 這個更大件事 不過夜的 是腰斬 剩下989元 就是沒有了一半 那很簡單 就是香港 你是靠消費的旅遊的 人數又少了 人均消費又低了 然後再加上 什麼叫雪上家商呢 很多香港人 北上去消費的時候 所以令到香港的舖租 在銅鑼灣 波斯舖街 就是有 得回十分一 以前是講 200萬的月租 現在就得回20萬的月租 這個是很現實的 那為什麼香港的吉舖 有這麼多呢 是因為有很多的店舖 那時候 有機會是高價買落 高價買落的時候 他們問銀行借款 如果那條租是很低的時候 那銀行呢 就會有機會是叫購入 那 可能就好像叫做 駝鳥那樣 就是你把頭埋在這裡 你不租一個長約的時候 也都可能有一個寄望 那個租金或者是旅客 或者是那個消費 會提高的時候 就令到自己的物業 會好回來 但是我想 無論旅客數目 無論是人均消費 我想都很難去得回以前那個 最高的那個光景 那這個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放負 我不是說放負的 這個是說事實 那如果你是從事這些行業的時候 你自己要去有一個叫做心理準備 就是如果你是在兩個叫做向下的環境 比如你是做零售業的 旅客人數和人均消費下降 你都可以保持到重要的歷史 是賺錢的 這個 才是你叫做有它的優勢 如果不是的 就是我是跟著整個經濟 跟著人數跟著人均消費 是同步上升的 那這個 這個不是你自己的優勢 這個 就是一個叫做水上船高 那所以 在 我們在股票行裡面 有一個術語 就叫做Alpha 什麼叫Alpha 就是你去同一個指標 去做Benchmark 譬如 你投資的 有些人會用 S&P指數 500指數 就是做一個Benchmark 但是你在任何情形之下 你跑贏S&P500指數的 你就有那個叫做Alpha Alpha就是你有沒有那個優勢 那我經常都說 就是在很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即六零後 七零後 出生的人 他們賺的是 在賺香港經濟起飛的紅利 就是賺中國經濟轉型起飛的紅利 那麼他的收入是水上船高 並非是他有什麼優勢 即是將他的時間續退後 如果你是同一個人 六七十年代出生 八幾年 九零年頭畢業 換回到今天 你是不是都會這麼出眾 如果是的 你就是一個人才 如果不是的 你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個普通人 就是一個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 正態分佈裡面 99%都是普通人 一個%不到 他是特別厲害 或者是特別差 那不要將自己放得太大 就是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 所以有很多人 就經常說那些年輕人 不勤力 你看我以前怎樣怎樣 那你以前的好 不是因為是你特別厲害 而是那個機會 或者是那個環境 是特別多 就是那個叫做 叫做 那個條件特別多 那你看一下 就是很簡單 講最近 香港 現在還在講的 的士牌照 還說我們要去發 五個新的的士牌照 去檢討 那我心想 你其實就是自己 製造問題給自己 你網約車和的士 那個牌照 已經爭拗這麼大了 你自己還要去 把問題搞大 無端端 再搞去發一些 的士車隊的牌照 你是不是真的拿來搞 反過來 你應該是全速去審視 網約車和的士牌照 怎樣去解決 最簡單 你就把那些的士牌照 買回 怎樣去買回 就用一些金融的手段 你批給那些網約車的平台 你要去投標 用他們 用他們 將來的收入 將來的 叫做 收的錢 抽水 用一個東西 去還一些 牌照費用 去給 現在這些 現有的士牌照的持有人 或者 是想這些方法 去規管 網約車 這些不是一些很難度高去想的東西 我自己也想到 他們怎麼會想不到 用一些財政的手段 未必需要 是要政府去埋單補貼 那些網約車 你想想多好賺 現在你去 坐網約車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七的錢 是流落了去 那些Uber的平台 那其實他一個APP 他一百元的車費 他都賺你二十七元 又不用買保險 又不用給牌費 那這些 是不是可以抽到 部份 是變回 他 怎樣去用一個發債的形式 買回牌照呢 其實買了 也都未必買完 因為有部份的的士 可能是會願意加入這些網約車那裏 這個 就是 我們要去想一些新的方法 那前幾天 應該是星期一 我就去了一轉深圳 已經看到有一些叫做的士 但是呢 在那個車頂已經是 裝了一些鏡頭 裝了一些雷達 探頭 那其實呢 已經是準備好 是做一個叫做自動駕駛了 武漢已經是推行了 一些叫做自動駕駛 那他那個收費是比普通的的士便宜一半 但是那個車速又慢一半 因為他們想安全 他那個行走的速度是四十幾公里 那這個 很受市民歡迎 因為 不再去受那些的士司機的氣 那我想這個呢 就是大趨勢 內地說的是用一個叫做無人駕駛 香港還是說 網約車 網約車是說我在2013年 14年在北京 在清華上課的時候 人家已經是出現滴滴打車 兩三年之後 香港才是說 有一些叫做apps 那個apps是低能度 是打個輸入的目的地 還有打入你那個出發地點 就去那個apps那裡 接著之後呢 有電話打給你聽 那就是跟傳統的call台沒有分別 人家已經是做到整輛車 可以衛星定位給你聽 在哪裡來 好像隻螞蟻在螢幕那裡轉 人家已經是做到這樣 香港要隔了不知多少年後才做到 今天在上海 普通機場 已經是說 是會有一些叫做低空經濟 有一間叫做上海風飛的 航空科技開發的空中的士 EVTOL是出現了 由普通國際機場去外丹市中心 是只需要10分鐘 比地面車程縮短50分鐘以上 那麼 他說量產之後呢 每公里呢 就是可以3元 一公里就可以了 那由普通去外灘呢 就是40公里 如果是3元 3、4、1、12 就是說120元 就可以坐這些 叫做空中的士呢 就是來回外灘 還有是這個普通機場 那麼人家已經是去到 說著低空經濟 這些坐人的 跟著在深圳已經是有 航拍機呢 這些飛機呢 是去運貨了 就是你去運貨 運到那個屋苑 它有一個儲物櫃 那麼它呢 就在一個儲物櫃呢 就放下 它自己呢 就落回去那個locker那裡 你打開那個locker就拿到那個貨 那麼在深圳呢 已經是有這些的 叫做速遞 那麼香港還是在那裡說 就是 就是落後 就是有時候那些事情 經常說要香港要去找出路 那麼有很多事情自己都不願去走 那個政府有很多事情 或者有很多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一些人 根本是有一個惰性 就不願意去改變 就是 香港你還是想著 只是吃地緣政治的飯 去動腦筋的 就是這樣 要去改變也是不容易 就是其實很多矛盾 就是自己都覺得自己很有矛盾 一方面 如果那個高地價政策不維持的 那個地價 樓價跌跌得過急 是會影響金融體系 整個香港是會進入一個恐慌 很多人會不同意的 就是說香港的樓價還是貴 那你想一下昨天 這個屯門的上欄 一便宜 那個價格先到先得 一個多小時就賣光了 這個就是說他已經找到那個支持位 那你這個 你難道又說 是一個叫做貴價嗎 有很多人覺得 九千多元屯門都叫做貴 要去到五千元 又說要便宜一半 那 那些我不會聽過意見 因為市場參與者 人家去買樓 今時今日 人家自己都計過這條數 究竟是公平用家 或者他的感情因素 或者什麼 這些 就是 講 他的那個叫做 價格 那 就 如果你說 講 自己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那個地價還要去跌多 不要用這件事 要再去跌多一半 或者什麼才有競爭力 那我從來都不覺得 那個地價低 就一定會有競爭力 就是巴勒斯坦地價夠低 索馬里地價夠低 是不是有競爭力 我覺得不是 你反過來 那個生意月輕旺的時候 你看一下新加坡 他的那個樓價不斷創新高 他的鋪價不斷創新高 其實就是講 你究竟是有沒有一個價值 是給到別人 這裡做不做到生意 賺不賺到錢 這個才是 回歸回最簡單的經濟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想講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